本期佳片豪情玫瑰 灵感来源于法国19世纪作家 大众马的代表作 《三个火枪手》 讲述了达达尼昂 和三个火枪手阿多斯 波尔多斯和阿拉利斯 共同揭开红衣主角 背后阴谋的故事 这部1844年问世的作品 不断被搬上荧幕 改编成了三剑客 铁内人等许多电影作品 本期豪情玫瑰正是其中之一 下面走进本期佳片 稍等 本期节目还能看到 苏菲马索本尊哦 你好 我是苏菲马索 好嘞 我们继续 苏菲马索被法国男人 誉为永远的质爱 但是他自己却说 国际上受欢迎的明星 通常在本国都不怎么得宠 我也是 那么为什么苏菲马索 会这样评价自己呢 一开始呢 就是他刚红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这是法兰西玫瑰 编剧宋方金 语言犀利 眼光独辣 后来呢 法国人呢 发现呢 这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于是呢 对他有些非裔和中裔 那么最后呢 发现呢 这些非裔和中裔过后呢 这段玫瑰依然在开放 于是呢 把他称之为永远的质爱 所以说呢 就是苏菲马索是个延时性演员 在上学的时候 我去 有一年去刚才电影节 实习工作的时候 我有很巧地 见到过苏菲马索一面 导演陈建盈 在创作之路上 与法国结下不解之远 他仍然保持那种 非常优雅的一个状态 其实不光是在戏路的挑选上 他从初吻到豪情玫瑰 到芳芳 然后再到后面勇敢的心 他每一个 他都在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 从他接演这部豪情玫瑰 也能看出来 他其实是 对自己很有想法 很敢于去突破一个 大家之前可能 没有怎么见到的 这种角色的一位女性吧 但也可能会不会是因为这些 所以才会让 大家对他产生一些非裔 他没有走在一个 常规的女性的框架下面 当时女英雄的电影特别少 你看现在 你只要看美国电影 大部分都是女英雄 那时候确实没有 那时候我们三千课 在法国多出名 就是大家都崇拜的英雄 演员博小龙 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 法国动作演员 所以他这个 能代替这么大的一个 英雄的位置 其实也很难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 有可能也是因为 他那么小又出名了 他那时候确实不会演戏 你要看这个电影 他那个初吻那时候 确实戏不怎么样了 后来他就想 那我必须要达到这个 对 达到这个认可 他们觉得我不会演戏 那我一定要 人真的去研究 天呐 既然吐槽苏菲马索 不会演戏 初吻可是人家14岁时 出演的第一部作品 下面我们听听 如今的苏菲马索 对于演技等干 然后你会演戏 然后你会演戏 然后你会有一分钟 然后你会让 每分钟都给 每分钟都给 然后你会让 都不吓得 感到感觉 你知道吗 这些人会很惊讶 这些人会 有些人会 也会有很多 能力 太短的时间 14岁的苏菲马索 凭借电影《初吻》 在法国一举成名 两年后《初尔2》上映 他凭借该片 获得了法国电影凯撒奖 最佳新人音乐员奖 阿端 小养 36岁 他自编自导了 自己第一部长片 当爱变成习惯 获得了蒙特利尔电影节 最佳导演奖 49岁 苏菲马索出任了 第68届嘎拉国际电影节评委 我们法国人很多人 以为他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 但是我有朋友跟他合作过了 那些朋友跟我说了 他们跟他合作 就觉得人是非常没有架子 就是特别好合作的一个人 对 因为苏菲马索为什么 他老觉得自己会受到一些非议 说自己在国内不受欢迎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突破性人格 就是当大家觉得苏菲马索 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马上就把人事给打碎了 他当时承受的最大的非议 就是出演这个导演的狂野的爱 从一个清纯的一个少女 要演一个性感的形象 那么苏菲马索主动寻求 这种突破性转变 会引来人们本能的一个反感 就是你为什么不去演 这个清纯的少女呢 你为什么总是演这样的人呢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导演 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那时候心疼得不行了 因为他那个导演 对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 而且那时候就看那个苏菲马索 在哪哭得不行 看得出来他是百分之百的东西 都给了 比如导演就在那看着 特别冷静地说不行 再来一点 让他反复地来 反复地来 其实并不是想让他演得更好 但是想让他累 嘉宾们说的这位导演 正是安德烈·祖拉斯基 他1940年出生于乌克兰 刚才宋老师提到的电影 《狂野的爱》 正是他44岁时的作品 也是苏菲马索与这位导演的第一次合作 当时18岁的苏菲马索 爱上了这位和他相差26岁的导演 两人在一起16年 直到2000年才宣布分手 在此期间 共同孕育了一个孩子 我感觉我必须保护他们 我感觉我必须解决他们 我必须解决他们 非常清楚 我希望他们感觉到他们 我希望他们感觉到我 我希望他们感觉到 我希望他们感觉到 一个很信心的关系 让他们感觉到 我感觉到他 他一个人感觉到 所以我感觉到 其实我感觉到 那般他感觉到 其实都是我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 他的挑战 实际上还是巨大的 就是为了这部电影 准备了八个月 而且他那个电影里面的 90%以上的那个动作 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小龙我想问一下 你只是他理由打停那个动作 你觉得是他自己完成的吧 我觉得100%是他的 是他的 可能他没有自己完成 有一个镜头是他用马 穿着那个玻璃 这肯定是那个 从左眼睛给拍的 因为太危险了 但是包括这个最后那一场 在那个棚底上打的那个 我看他没有提升 很多地方我就暂停了看一下 因为那个老演员 跟他打的确实有提升 就能看得出来 但他就是没有的 动作片和爱情片 和其他的那些类型片种不一样 靠天赋完不成 必须得靠经验 咱们中国有一个演员 叫范东宇 他组建的内地的 第一支这个叫神龙特技队 当时呢 就是他们跟香港的动作片 拍的时候呢 他们就觉得 就是成家班 可以在那个高通上跳下来 我们也可以跳下来 他们跳下来之后就受伤 就是没有这个经验 他们最后呢 就去问人家不告诉他 后来呢 范东宇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他进入到了这个剧组 然后呢 其实董宇去卧底学习 就是把那个地上挖个大空 摆上纸壳箱子 摆上海面 缓冲一下 他没有技术含量 但是呢 动作演员和动作经验呢 就是这么一代一代 一个班一个班 一个问题出现 就想办法解决 再记录下来 就有招了 在《豪情玫瑰》里面 其实比较符合苏菲马索 这个角色的感觉 他就是那种很天真 有一点鲁莽 他也不是说 我的技术有多厉害 他更多有那种 可爱浪漫的那个东西 所以打戏来说呢 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 跟咱们90年代 同时期 比如香港电影 像《东方不败》啊 这种角色 就是很多侠女 包括《卧虎藏龙》里面的 张子怡老师 和杨子雄老师的角色 其实都会 给我的童年开始 就种下了一个 那是一个动作片 或者一个功夫明星的 一个样子 因为这个电影的 主类型里边 没有动作 在这个《豪情玫瑰》 这个电影里边呢 动作是服务于 喜剧和冒险的 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 硬桥硬马的那种 真正的全权道路的对打 是的 那个呢 就违背了这个类型了 那么这个电影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 在不脱离物理限制的里边呢 加入仪式感和舞蹈性 实际上是增加趣味性 其实里边也有一些动作 我觉得是有点刻意的 比如说他拿这个东西 然后摔倒 包括那个人家 要捅他的 特别大的动作 确实有点过 但确实你说的特别大 我也是说 这个是一个情绪为主 因为小龙老师 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这个动作演员 能不能跟我演示一下 这场还算是比较 丰富的那种打 但看那后面那些老头 打的那种感觉 是这种 对对对 比较绅士 对吧 对 杨师师傅 我们周边干嘛呀 这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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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 他 他 他没用 他 他没用 他不一样 他不一样 他也特别有那个剑客的感觉 我特别修了这种骨子 就要像那个 钻剑客那种感觉 那是什么 刺杀国王 国王 还有我女儿 在查贼修道院 查贼 查贼 2023年法国文化中心 举办了本片 《豪情玫瑰》的导演 波兰塔弗尼尔的作品 《回顾展》 展映的影片中 也包含了本期嘉片 《豪情玫瑰》 为此 我们采访到了法国 驻华大使馆公使 嫌参赞 陪国梁 导演 导演伯兰塔弗尼尔 把本片男主角 菲利普·诺瓦雷 称作自己的 御用男演员 两人自1974年 开始合作 拍摄了多部电影 那么这位 御用男演员 给本片带来了 哪些加持呢 菲利普·诺瓦雷 就是我觉得 他在这个片子里的作用 相当于就是 定海神针 我记得有一场戏 非常 就是他第一次见他 他坐在那 然后你马上就知道 就是这个演员是中心 因为虽然说 咱知道那是女一号 虽然说那是女一号 但你马上知道他是中心 一句台词 就把他的性格表现出来 就是说徒弟问他嘛 你可以走了 还没到下课时间的 我说到就到了 对 我说到就到了 一句话人物性格就 一句话就出来了 能够把这么一句 实际上不符合 生活逻辑的台词 让它符合了生活逻辑 今天就到这吧 时间还没到 我说到了就到了 菲利普·诺瓦雷 1930年出生在法国里尔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出演了老腔 天堂电影院 邮差等一众佳作 被法国人民称为 法国国宝级男演员 在2006年7月 法国总理德维尔潘 为其颁发了文化骑士勋章 五个月后 诺瓦雷因病在巴黎逝世 享年76岁 包括像努瓦雷 这么优秀的演员 其实他都会在剧作上 甚至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都会给电影很大的帮助 我听说他之前 有一次去剧组 还考虑到整体影片的色调 然后去自己 染了红色的布 染了一件衣服 去配合影片的色彩 其实一个好的演员 他真的不光负责了 电影表演这一款 我举个例子 中国有一个演员 叫王志文 我跟他合作过一部戏 我说王老师 这个剧部 我还得回去改 他说你还改什么 我是咱去改剧本 那我们演什么呢 他说作为编剧 有一些可能觉得 过不去的地方 我会用表演让你过去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你跟这些好演员 就是包括咱们说 菲利普 诺瓦雷 他们就一座桥 都不能运过去 我担心阿拉米斯会上当 正如你所说 你会把刀刃弄坏的 可我希望我们的老交情 能够征服他的沉默 其实台湾尼二和那个诺瓦雷 一个事让我挺感动的 本来是这样 台湾尼二他的第一部电影 他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名气 什么的 他自己写的一部电影 叫做生保罗的钟标将 也是诺瓦雷主演的 他们那时候 诺瓦雷是有点名气了 然后跟他说了 你现在要把你那部电影 给制片人介绍什么的 我跟你一块去 结果他三年一直被拒绝了 心里挺难受的 结果最后被悬上了 拍了之后 他就问了一句 说那个菲利普 你为什么这三年 一直跟着我 菲利普诺瓦雷就说一句 因为我保证你 我答应你 我一定要做到 其实经常说 有的好的演员 会成为导演的谬思 王家卫导演 跟梁成文老师等等 就都会有长期的合作 然后包括其实 就像我说 演员跟导演之间 某种种度像恋爱一样的关系 你要去了解彼此的这种感受 然后完全地把自己 交付给对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一年是中法两国建交六十周年 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 在此期间 中法两国艺术家 将共同演绎古诺歌剧 罗密欧与朱利叶 全新中文版话剧 悲惨事件 还有凡尔赛宫和故宫博物院 将共同举办展览 展现中法两国宫廷间的历史 在电影方面 数位法国电影人将会来到中国 这期节目的季节目的季节目是一年 季节目的季节目的季节目 这一年是中文化的季节目的 季节目的季节目 是中文化的季节目的季节目 我会设定了一部剧场的剧场 这些年轻松的剧场 是非常漂亮的剧场 他会设定了很多国家的货币 我希望他会出现了中国的剧场 您可以告诉您的剧场 他在这部剧场的剧场 这是我第一回想的思考 很难以为我们不看到一个人的意义 我不要说我说 所以我们赔了 法国是电影的故乡 为什么法国人把电影视为艺术 因为那是他们的孩子 在那里蒙发的 对 在法国电影里边 它跟美国电影 跟其他国家的电影不同的 就是说 既有各种各样的探索 实验 不管是先锋的类型的 都在里边强烈地表达出了 一种原创性和作制性 所以我们当想起法国 想起电影 就想起1895年 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边 诞生了电影 其实我觉得法国人 就是还是把电影 堪称艺术 很多就现在好拉乌 它就是上一片 我们看这个电影 是怎么去赚钱 法国人虽然已经变了 因为现在拍电影 就是没那么便宜了 现在必须得投资很多钱 但是还是以艺术为主 很多导演又做编剧 又是导演 所以人家想表达出来 自己的一些东西 所以还是一个 跟好拉乌电影 跟上一片有点区别的 其实法国有特别多 支持艺术电影的基金 就政府在政策扶持上 这一部分做得非常非常好 另外我最近特别体会到的 因为我的那个电影 《无人知晓》的故事 因为找了法国的合作方 所以我们本来是拿英语剧本去教的 后来我的那个法作合作方说 那你既然会法语 要不然我们就弄一个法语版的 你也能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让他们翻译版法语的 我会发现原来它比英语 更能够直接地表达出 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 包括其实我去年 去那个《甘大电影集》的时候 听从他们给我的颁奖词里面 他说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看到过去 现在和未来 就是这个不是我电影里的台词 它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写的东西里面 有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虽然在拍的是中国的山水 中国人的故事 但你那个文化的内核 是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民改到的 这是种很跨越文化和国家的一种共鸣